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架精选港股是银如27号 澳門去年12月左右收好过预期 市场展望2024年复苏好过疫情前 看好今年豪赌股的营收截截上升 但营运资本开支亦因而上升 盈利和派息能力略受影响 因为去年赌收太好会触发赌牌合约中 增加非博彩投资的要求 资本开支增加成为板块的不确定性 摩根士丹利看好整体赌收今年增长29 中场赌收增长2.5% 但将行业的伊别达预测下调3% 以反映赌企增加非博彩项目投资 以及工资增加拉高股定营运开支 然而最新的行业伊别达预测 仍然按年有3.3%的良好增长 大摩因应开支增加预期 和回报率要求提升调低赌股的目标价 大摩又预计美高煤、永利和银鱼 在去年第四季价市场份额增加 看好3只股份未来60日股价可以上升 大摩对于豪赌股维持积极的态度 并关注近期趋化剂包括强劲的12月数据 推高今年盈利预测 春节假期前的炒作 以及憧憬去年第四季行业伊别达岸贵增长1成1 第二只的精选港股是中移动941 美国加息周期完结收息股吸引力回升 中移动去年和今年的预测股息率分别超过7.4厘和8厘 明显有一定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中移动本身业务 亦都具提升每股派息的动力 中移动的移动及家庭宽频 阿普自2022年指吊回升之后 有望持续提升到2025年 证明之前因为吸引客户由4G转5G 疫情等而降价的影响已经过去 而中移动云业务表现出众 预料数字化转型继续成为收入增长的主力 总而言之中移动收入盈利 以至每股派息等预料可以持续增长 从股值角度看中移动可以等到63.2以下 值得长线吸纳 中移动仍然未完全反映利好因素 加上2024年预测股息率大约9厘 有助长线收息的投资者增添防守力 不妨等候63.2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吐到60元可以加注 初步看劝商平均目标价附近的80元关口 或者作为长线持有 但跌穿去年1月中至2月中整顾区支持 55个白色而止蝕 数位 6 react 3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